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荣追击 我是岳哥 来看看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先生 接受西方媒体 法国媒体专访时候 说的一番话 引发了轩然大波 而且震荡波仍然在持续之中 很突出的一个例子 4月24日一大早北京时间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透过新闻客户端 是放出了卢沙野 接受法国电视台直播专访的文字版本 其中文字版本还嵌入了视频 包括中文版和法语版 但是短短几个小时之后 帖子的作者 也就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删掉了文章 这个做法看上去是很不卢沙野 现在一般的理解是中共的高层 或者说是中国外交部的高层 施加了压力 要求卢沙野们稀释宁人 现在在中国以外 所谓的海外了 就是卢沙野的战狼的一些说法 是引来了普遍的不满 比如说他接受访问时候 谈到了 前苏联国家并无主权国地位 克里米亚半岛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等等言论 所引发的争议 首先当然就是激怒了乌克兰 及波罗地海的三国 同时持续的引发了欧盟与法国政界的不满 现在算下来 有差不多80名欧洲议员 在法国世界报上是发表了公开信 呼吁法国外交部长 不要对这种无耻的攻击 不做反应 要求法国外交部长宣布 卢沙野为不受欢迎的人物 这中间的核心词就是所谓的主权了 这个差不多80名欧洲议员就强调 卢沙野的激进言论 已经严重侮辱了相关国家的历史文化 及完整性 并且明显违反了国际法 必须视为对法国 欧洲伙伴国家安全的威胁 议员们透过公开信就特别强调 不管是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 无权质疑他国的主权 主权不是一个外交玩具 而是国际关系 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要素 他们在信中还形容 卢沙野的言论是最糟糕的战狼行径 完全超出外交辞令可以接受的范畴 法国外长不应该对这种无耻的攻击置之不理 特别是在俄罗斯侵犯乌克兰 令欧洲陷入战火之际 民主世界必须态度坚定的捍卫盟友主权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原因 欧洲议员就呼吁法国的官方 要将卢沙野宣布为不受欢迎人物 现在综合来看 欧洲议员们的愤怒 再加上海外一些批评人士的说法 都是抓住了主权两个字来做文章 应该说是击中了卢沙野的痛处的 因为中国对于主权这个问题一直是非常重视的 客观来讲 关于主权的一些说法表态也还是比较的明确 比如说结合俄乌战争来说 中国看上去其实是没有能力 单方面去斡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 但是关于主权的一些表态 确实西方媒体提的也是比较的多 报道的比较的多 中国明面上的主要的讲法就是 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 而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说法 联合国会员国之间的关系 是应该基于尊重主权平等的原则 所以不管是哪个国家 如果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那么中国理论上都是要遵守 别的国家的主权平等的原则 所以基于这一点 相信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们 包括卢沙野大使本人也没有办法 把主权这个事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透彻 因为你违反了自己官方的说法 前据而后攻大概也就是这么回事 在中国的国内可以看到舆论场上 也是非常关注卢沙野大使的专访的内容 除了主权 那当然中国不少人也非常看重这一点 另外讨论的比较多的 就是在专访之中 主持人又提到了关于毛泽东 而卢沙野关于毛泽东的说法 现在即便是说在中国的普通的民众中间 很多人也是不赞成的 4月21日 卢沙野大使接受专访的内容中 涉及到毛泽东 中国年轻人也称他为毛教员的 大概是这么几句话 主持人就问了 当戴高乐将军称赞中国拥有核武器好极了 对你们大家赞誉时是在1964年 当时毛泽东还在世 他是历史上最大的罪犯之一 他导致数百万人被流放 遭受虐待和惨遭杀害 您理解许多西方人的感受吗 他们认为当时戴高乐将军错了 同时担心西方今天在对待中国问题上 或许也错了 卢沙野的回答 你每次采访我时 总是拿过去的一些无稽之谈找麻烦 这是不诚实的 主持人就问 大使先生您称之为无稽之谈吗 他的回答 这就是无稽之谈 主持人很快就抓住了一个所谓的破绽了 就进行追问 那毛泽东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是无稽之谈 卢沙野回答 这既不公正也不准确 你做过研究吗 主持人问 哪里不准确 这个时候呢 卢沙野的回答就变成了这样 他说打住 今天我来这里是和你讨论国际问题和当前实事的 不是和你讨论这些无稽之谈的 透过主持人和卢沙野的这一段 你来我往口诛笔伐 其实还是能够看到很大程度上 毛泽东确实是成为了一个很大程度上 中国共产党的负面资产 主持人虽然没有具体明确说 毛泽东到底在哪个年代 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 但即便把这个事业放小一点 在上一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的高层 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那死亡的人口啊 现在按照中国官方的一些数据 保守的都在 1000万人死亡以上 尤其是1960年 1961年 加起来是超过1000万人的 这不是信口开河 这是有数据来做支持的 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了官方 发行了一个版本的党史 中国共产党的90年 其中就特别提起 由于出生率大幅度降低 死亡率显著增高等原因 1960年中国全国总人口 比上年减少1000万 河南信阳地区 1960年有九个县 死亡率超过千分之一百 超过百分之十 一般的死亡率呢 1959年整个中国的死亡率 大概是千分之十四左右 信阳是千分之一百 超过了千分之八十多 为正常年份的几倍 这边当时还特别就说呢 原本希望快一些 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 结果却出现如此空前的灾难 这是大跃进 人民公式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 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 无独有偶 中国统计局的官方网站 也曾经发布数字指 1959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 是上升到了千分之十四点六 到了1960年 进一步上升到了千分之二十五点四 是什么概念呢 1959年中国的人口大概是六点六亿人左右 1960年比1959年死亡率是多出了千分之十一左右 这个算下来就已经是七百多万人死亡的增量了 这是1960年 到了1961年人口仍然是负增长 所以仅是这两年叫过往死亡增量增加的死亡的数字 那都是超过一千万的 所以尽管卢沙也并不承认啊 毛泽东治下是死了那么多人 或者说毛泽东毛教员直接导致了数百万人 数以千万人的死亡 那这个他可能有自己的政治的考量 但是他提出啊 你有没有做过研究呢 那做一些很基本的所谓的研究搜索 就能够看到中国官方自己披露的数据 其实上一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 那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是非常的多 这个回头看呢 是一个事实 法国的这位主持人提这一段旧事 直接的来看呢 是担心中国的人权出了问题 同时可能也隐含着一个担心 就是中国会对别的国家 对西方世界带来危害 所以中国共产党那还是要藏着椰子 这些历史的旧账不解决 那时不时都会被西方的一些人提出来 中国大陆因为网络是基本上打开的翻墙 目前来看也是比较的容易 整体呈现的态势是明智见开 普通人年轻人接触到相关信息的渠道是越来越多 讲到了卢沙爷 讲到了毛泽东 顺便做一个补白 明镜追击上一周就做了关于柯庆诗的节目 当然做了相关节目的媒体自媒体海外非常的多 柯庆诗中共历史上负面评价非常多的左王 同时也被称为毛主席的好学生 是中共党内搞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 这样的人物在四月上旬 上海的一个墓地 林源是给他做了一个塑像 塑像下面有一块碑 上面还写着诚实两个字 如果说是科兴师的儿子女儿 从家庭成员的角度来纪念他的父亲 那这个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上海的动作是非常的大 在落成仪式上就包括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常务副校长徐建刚 再加上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主任颜爱云 上海市社联副主席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的会长 欣平等等 再加上您现在看到的这一位 福寿源国际集团的总裁王继生 是参加了塑像的落成仪式 而且落成仪式之后 这样的一些官员们 又主导了一个所谓的 科兴师同志与上海专题研讨会 这么大规模的纪念 过往20年以来是第一次 海外媒体报道非常多 因为这样的做法 中共现在在三年异控之后 主要的精力就是在抓经济 不管是口头上 还是地方上采取的一些措施 确实可以看到这一点很明显 结果上海官员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不管说你有没有什么政治意图 现在海外不少人认为 这中间恐怕没有太多的政治意图 还是一些人拍脑筋的作为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的负面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对上海的官员包括陈济宁 甚至是对中共的高层 这个都是打的负分 在北京时间4月24日 明镜追击做了一些搜索 能够看到中国官方媒体 涉及到科庆师 苏向落成 专题研讨会的报道 正在大幅度的被删除 像您现在看到的 包括一些门户网站 包括上海的官方媒体 以及福寿员 林源自己原来是挂在网上的 现在消息也是看不到了 明镜追击4月24日也是多次致电 福寿员集团想问一问 这个塑像专题研讨会 究定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 工作人员表示 要向领导做一个汇报 但是截至上传这一则视频的时候 也没有得到 他传回来的汇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在中国的社交群组里 其实已经有不少声音冒出来了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上海 所谓的大上海 不是发生在哪一个三线 四线城市哪一个县城 消息发出来 没有人关注也就过了 那上海方面如果要消除影响 现在可能有一个比较极端的做法 就是要移除柯庆施先生的这个像 什么所谓的毛主席的好学生 左王 上海王 上海一言堂 堂主等等 恐怕只有拆掉他 才能给知识分子一个交代 才能给民营企业家 也包括一些外资 真正一种感觉 中国共产党是在全力抓经济 就像一些论者所说的 你陈济宁英国的博士 哼哧哼哧干的再多 李强从上海去到北京 各方面的表态再多 都不如这一张照片所呈现出来的 柯庆施和毛泽东的关系 都不如柯庆施诚实这个塑像 所带来的塑杀的副作用 来看看中美关系 美中关系 最近一段时间 最近几天 两边的高层可以说是隔空喊话 又是校正了一回 两边的立场底牌 目前来看是很清楚的 如果两边中没有一方做出一些退让 那两个国家关系继续往下走 是可以预见的 4月24日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透过科普端 发出了大使伯恩斯的一个说法 伯恩斯引用了耶伦 美国财长 关于本届政府的 美中经济关系的目标 我们也坚定的捍卫 我们的价值观和国家安全 在这一前提下 我们寻求对华发展建设性的 公平的经济关系 那么就目前的态势来看 这个恐怕不是美国所设定的 美中经济关系的目标了 坚定的捍卫价值观和国家安全 将成为美中关系方方面面要发展的 美国先制的一个条件 现在同样很明确的 就是中国的方面呢 不接受或者说不认可美国 这样的一种发展两边关系的思路 这几天非常活跃的是崔天凯了 中国驻美国之前的大使 也是中国外交界 应该说非常资深的一位外交官了 他对美国战略的解读 他是这样说的呢 就是美国很喜欢说 要从实力地位出发 与中国打交道 那么如果美国自认是强势的一方 就必然想把对方变为弱势 但是崔天凯说 国与国之间交往 如果不是平等相待 相互尊重 是无法正常交往的 他认为如果美国不改变这样的心态 不光是难以维持 和中国间应有的交流 同其他国家交流 也是难以维系的 而且他还做了一个 两个凡事的概括 这个是很有中国特色的 他说呢 现在的美国呀 就是凡是中国做的 一定要反对 凡是中国提倡的 美国一定不赞成 崔天凯说 这很有问题 这就是两边 这一轮校正的主要的内容了 现在总的来看 西方其实包括一些主流的 媒体分析人士 还是认为 中国和美国 这两个大国的关系 倒不是说 所谓的价值观 出现了迥异 然后造成了这样那样的矛盾 而是说这两个大国之间 在经济上 科技上 贸易上 国家的安全上 等等啊 各个方面都出现了 博弈的情况 是一个结构性的碰撞 所谓的民主 或者说价值观呢 恐怕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之一 目前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那么乐见两个国家关系 向好的一些人士啊 还是在做方方面面的努力 包括一些所谓的二鬼外交 民间外交等等 但是就总的态势来说呢 效果并不是说那么好 同样的在这样的背景态势之下 企业界的想法 做法 那是非常值得玩味 非常值得关注的 最新的来自中国大陆媒体的一篇报道啊 他们是访问了中国美国商会的总裁 何迈可 何迈可呢 还是直输胸易 说了这么几个问题 首先 在中国的这些美国企业 目前最大的挑战 有哪一些呢 概括了一下 民进的追击概括了一下 是这么三点 第一点就是航班和签证 非常的难办 这个呢对于美国企业界是有影响的 当然这是一个短期的困难 目前虽然中国是已经放开了边境的管控 但是因为这个外企的高管 一般要提前半年到一年来计划形成 所以许多企业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回到中国的市场 另外一个影响的就是中国 虽然现在在营商环境 包括对标国际规则和惯例上的 做了一些改善或者是优化 但是何迈克还是表示 法律法规和执行不一致或不明确 然后劳动力成本增加 监管合规风险等等啊 也是在华的美商面临的主要的经营挑战 这是第二点了 第三点就回到了中美关系 根据他的说法 就是中美关系紧张 对企业家资本界是很大影响的 他就特别介绍中国的美国商会 每年面向会员企业进行调查 都会询问你在中国市场面临的 前五大商业挑战是什么呢 过去三年 头号挑战把问卷收上来 一看都是不断升级的中美紧张关系 所以他的说法 企业从经营角度 必然会担心产品是否还有市场 因此保持着相对谨慎的投资态度 不过他也特别透露 根据他们的调查74%的会员企业 选择继续深耕中国 不过比较现实的另外一点 就是过去三年 越南印度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 都在持续进行招商引资 而企业的投资预算是相对确定的 所以中国实际上是在和这些市场 争夺企业的投资基金 他似乎是在提中国的异控三年 中国应该是失掉了不少的机会 何迈可代表美国在华的企业 是有一个看上去是灵魂的发问 他说一些企业的疑问是 中国真的对我们开放吗 一位公司发言人就告诉他们 就是客户 这个企业的客户都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他个人感觉客户并不想从美国公司 购买产品 所以何迈可的结论 中国市场仍然存在 甚至在扩大也依旧很有吸引力 但是有些企业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了 透过这样的访谈可以看到 目前对于中国高层 中共高层来说 一方面当然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协调 可以说减不断利还乱 增加了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 另外一点就是现在企业界的人士 包括民营企业家 外资界的人士 其实在等中国出台一些相关的优惠政策 包括扩大市场准入等等 口上喊得很厉害 最后还是要落到行动上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谢谢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来看看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先生 外交风波 现在看上去已经到了一个收尾的阶段 法国官方并没有向 80多位欧洲议员所呼吁的 所要求的 要对卢沙野进行驱逐 法国官方是发表了一个声明 但是透过这个声明能够看到卢沙野先生 可以说他的专业度受到了他的同行们的极大的质疑 根据法国欧洲和外交部最新的声明 根据法国的欧洲和外交事务部最新的一份声明 这个部的部长办公室主任是在4月24日会见了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先生 声明也强调这是一次早已确定的会谈 但是整个会谈的内容呢 重点的就是谈到了卢沙野的令人震惊的言论 尤其是他在接受法国媒体专访时所表达的所说的 前苏联国家在国际法中没有实际地位 因为没有国际协议认定其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 法国外交部的部长办公室主任就表示 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是所有成员国必须遵守的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 对尊重上述原则提出质疑是不可接受的 这位法国的部长办公室主任就还特别强调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 通过与各相关国家签署双边协议并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 均承认了苏联解体后获得或恢复独立的15个国家当时的边界 这个是就卢沙野的令人震惊的言论所做的一个评论 接下去这则声明的最后一句话其实是非常引人关注 相信也是让卢沙野先生很有感慨的 是这么一句话 部长办公室主任注意到中国外交部4月24日做出的重申中国官方立场 指出中国驻法大使言论为个人观点的澄清 并呼吁大使在发表公开言论史符合中国官方立场 这最后一句话看上去是轻描淡写 但其实也可以看到也可以理解成为是卢沙野先生的法国同行们 对手们在对他的专业程度进行批评进行嘲讽 作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大使 他在工作上唯一的使命就是代表并维护他身后的这个国家的核心利益 对一些外交政策进行诠释 他在诠释这些政策的时候当然可以有一些个性的发挥 比如说呢幽默的方式有一些人自嘲的方式可能有多一点 但是个人的见解和观点出现了和他所代表的国家的立场相背离的情况 这个是非常罕见的 这并不是有一些分析人士所说的 比如说中国外交官要敢于斗争要善于斗争 还要不断的学习恐怕不是这个层面的问题 而是说卢沙野先生作为一个国家的职业大使 他的职业的素养 他的职业的水准显然是出了大问题 透过法国人的声明 其实也能够看到这一点 法国的外交官员们在对卢沙野先生的职业的操守 职业的水准进行质疑 所以从这个角度 中法法中合作的角度来看 卢沙野先生显然也不再是一个合适的人物 在这个大使的位置上继续长久的做下去 在另外一边 卢沙野先生也是借着和他法国同行们的对话机会 再次谈到了这一次的风波 他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官方推特上就表示 我很高兴就见到了法国外长办公厅的主任 他也强调这一会见是数日前安排好的 那么我们就落实马克龙总统访华成果进行了交流 也谈到了近期的舆论风波 我重申了中国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 没有变化 那这个立场是什么呢 中国一贯尊重各国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 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等等这样的一些表述 其实可以看到 卢沙野先生用的词近期的舆论风波 舆论场上的风波 其实风起于清平之末 这场风波归根结底是卢沙野先生自己造成的 酿成的 透过这则推特也可以看到卢沙野先生没有道歉 这个不少海外的媒体台湾的媒体都有提及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卢沙野先生对于整个事件的严重的程度 他的判断没有外界来得那么的强烈 在中国大陆 包括胡锡进在内的不少人 在对卢沙野先生进行声援 明镜追击也注意到 在中国大陆 有一些体制内的人士 在社交平台上贴出了一些旧文 就是回忆中国在文革时期外交 因为一些左的错误的做法认识 陷入了全面被动的一些文章 似乎是在进行一个隐喻 进行一个比较 就是说像卢沙野先生这样的人 就是因为战狼风格太足 左的气息太重 对习近平的忠诚太多 所以导致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现在卢沙野先生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说所谓的战狼风格 因为战狼外交所对应的是西方一些国家 比如说美国的英损外交 或者是鹰派外交 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 它是双边关系不确定性增加的结果 而不是原因 或者说不是主要的原因 卢沙野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他失掉了一般意义上的职业的水准 外交官说出来的表达出来的观点 居然和他所代表的国家的观点完全不同 如果套用周恩来常年搞外交的 那么他说的两句话 第一个外交无小事 第二句话就是外交人员 他是要加强所谓的组织纪律性的 特别是近期事情比较的多 西方媒体已经放出了消息 说马克龙是已经指示了总统的外事顾问伯纳 与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来进行所谓的合作 制定可作为俄乌谈判基础的框架 卢沙野的这一番无组织 无纪律的言论 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 对这样的词 经常单位中其实也有听到过 并不陌生 他的这样的言论 自然就会让人怀疑 中国能否称职的扮演 斡旋者的角色 也让马克龙总统争取北京 协助调停俄乌战争的外交 努力受挫 至少说是暂时性的受挫 舆论性的受挫 凡此种种这么多的细节 比对下来 恐怕连卢沙野先生 自己都应该明白 在中国驻法国大使的这个位置之上 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 他显然已经不是一个合适的人物了 顺便插播一则最新的消息 北京时间4月26日晚间7点19分左右 中国央视新闻 透过官方微博发出的消息指 习近平在4月26日下午 应约同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通电话 双方就中乌关系和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 不知道泽列斯基总统会不会谈到 卢沙野大使的那一番讲话 接下去来看看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 4月份的会议一般是月底召开 所以预计最快就是这一周了 那么两个议题核心的议题是经济议题 另外一个议题 现在中国大陆媒体说的比较多的 可以看到 就是中共中央机构改革 会不会透过这次政治局的会议 有相关的说法要求出来 要加快部署落地等等 那么说巧不巧的也就是在这一周 中国大陆有一篇文章传的是比较的广 它来自体制内的一位学者蒋敏娟 她的头衔之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 她就写了一篇关于社会工作部的文章 有一些大陆媒体把它包装成为所谓的解密 在这篇文章中 蒋敏娟女士特别是强调了社会工作部成立的意义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之所在 但是她同样也对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 这样的一种机构 它的架构 它到底的执行的效率怎么样呢 这位学者是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的 她就特别透露 当前中国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管理体制 还在构建过程之中 还面临着深化职责整合关系理顺 机构能力建设等多方面的问题 这位学者是点到了大家其实比较关心的问题 三月中旬当时中共中央以及国务院层面的机构改革 相关消息是满天飞 但是弹文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机构改革 特别是中共中央这一次的机构改革 已经进展到什么情况了 哪一步了 目前外界可以说是知之甚少 中国大陆也有财经媒体此前披露 关于这一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 连中共的一些高层部长级的人物 其实知之甚少 所以看上去是比较的神秘 中国大陆不少媒体在转载这位体制内 人事文章的时候 给他打了一个标题 就是说解读社会工作部成立有何深意 这等于是第二轮的解读了 所以不排除目前 是不是体制内的人士 透过这样的论文的方式来对外放风 这个深意是什么呢 目前来看可以集中的说就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中国基层社会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 现在看的是存在某种隐性断裂的风险 而要排除这一风险就需要强化党中共对基层的全面领导 夯实基层政权执行中国的国家政策 服务基层的权责和职能 所以第一点就是加强中共对基层的全面领导 这个基层涵盖的范围那就很广了 包括比如说普通的基层的中共党组织 普通人生活的街道社区等等 还包括一些非公有制的企业 第二个所谓的深意就是要在信访这一块 动动脑筋解决一些旧账 因为在过去信访工作是具有比较强的 所谓的维稳色彩 那一些基层政府往往选择以赌访的方式 将矛盾压制下去或采取应激式的方式回应 那么等到社会工作部成立之后 特别是他在中国的省市县三级党委 都会组建社会工作部门 等于是有专门的人来干专门的事情 换句话就是说 随着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统筹指导信访的工作 未来信访工作的思路是有望实现 有赌道书 从而展现政府的积极姿态 赢得民众对政府的认同与信任 其实也就是对执政党的认同与信任 因为这个是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 也就是中共层面的一个机构改革 那两个关键词 一个要管 要管起来 一个要书 书通所谓的民情 民意 那看上去是比较的矛盾 所以社会工作部到底能不能运转良好 取得一定的效果呢 基于这样的情况 这位学者在文章中就特别强调 等到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 它组建之后 有这么几项情况是比较紧要的 第一点就是要协调好党政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党政之间的职责分工 及党负责战略方针 政策的制定和资源的统筹 政府相关部门主要承担政策的执行 第二点 要参照大布置改革机构合并的相关经验 注意理顺新组建机构内部的职责分工 增强内部的相互沟通和协作 推动机构改革从物理的整合 到化学的融合的实现 三要科学合理的设计省市县 不同层级社会工作部的工作目标 实现职能的合理的分解与整合等等 这是他三项建议 所以透过他的三个建议 你能够看到像体制内的人士 包括这样的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对于社会工作部 他未来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来 应该是持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的 总的来看 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 那既然已经建在弦上 不可能收回了 这样的部门的成立 还是印证了中共作为中国的执政党 有非常大的忧患意识 或者说有非常紧迫的危机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在里面呢 可能与中共的历史有关系 也与眼下中国的外围的国际关系 不确定性大增有关系 4月最后一周就要举行的政治局的会议 第二个要点看点 就是经济议题 目前中国大陆的一些券商机构的分析 说法也是比较的多 总的看法就是说 中共的最高层透过会议 那重点还是说 在推进政策安排的落实 以及效果要体现出来这个方面 而不是推出所谓的一些强刺激的手段 可能新的手段就不会有 这主要是因为 今年年初以来经济活动是加快正常化 制造业非制造业 均快速回到了景气的扩张区间 然后呢 特别是一季度的GDP增长4.5% 是好于市场的平均预期 那么在相对微观的层面 扩内需和稳就业 券商机构分析 将会是4月份 中共中央政局会议要重点部署的领域 在消费端 目前中国的中低收入 人群收入和消费是修复缓慢 第一季度 农民工人的人群收入增长放缓 农村居民人群消费支出改善 是弱于城镇和过往 在就业端呢 中国的青年群体就业压力 仍然是很大的 16岁至24岁 人口的失业率 抬升1.5个百分点 达到了19.6个百分点 是创了历史同期的新高 目前可以看到的 也是可以预计到的 就是中国五一啊 有个所谓的小长假 4月29日到5月3日 放假5天 各个地方呢 已经在快速的推出一系列的举措 来刺激这个黄金周的消费 下去来看一看张艺 张宏远父子的相关的情况 张艺先生啊 是中国知名的异议人士 曾经参加过八九六四 在中国异控三年期间啊 他在武汉 透过视频电话等等一些形式 接受了大概是60家左右 媒体的采访 主要是外媒为主 包括民进追击 过往也曾经连线张艺先生 他的儿子张宏远先生 采用跳机的方式 目前人在荷兰 在申请政治庇护 截至发稿的这一天 大概他人在荷兰是12天左右了 所谓的跳机啊 就是从中国搭上航班 飞往海外的某个目的地国家 在没有到达目的地国家 之前的一个中转站啊 然后呢就跳机了 离开飞机离开航线 向当地的入境管理人员 申请政治庇护 与跳机相关联的 就是所谓的走线了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啊 近期有数千名中国公民 是尝试以走线的方式 进入到美国 那这些人呢 要么是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满 要么是在经济上有所求 希望追寻个人和家庭的 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 同时也考虑到 美国的对于一些偷渡者的政策啊 实时有可能改变 有趋景的可能性 所以在缺乏这些 所谓合法渠道的情况下呀 他们不得不冒险穿越 南美洲的多个国家 寻求进入美国的机会 回到张义和张宏远父子 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呀 张义先生目前就处在24小时 非常严格的监控之中 所以呢就不方便打他的电话 来了解更多的情况 至于张宏远他的儿子 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啊 他人现在已经是在荷兰 大概是12天左右 明镜追击是多次打电话 给到他的手机 手机呢就没有人接听 根据了解情况的人士 之前向海外媒体披露的信息 张宏远到达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之后 向当地的边境警察 提出了政治庇护的要求 随后又向荷兰移民官提出了政治避难的申请 所以总的来看 他的避难的申请啊 是在走流程的过程之中 目前汇总消息人士的说法 张义先生有这样的境遇 张宏远先生啊 稍早之前 以跳机的方式 离开中国 前往荷兰 主要的原因是这么两点 第一点 与中国的白纸运动有关系 在去年11月底啊 新疆乌鲁木齐是发生了火灾 然后紧接着南京传媒学院的学生 是发起了白纸的运动 在追悼死者 很快的这样的行动 被坊间被舆论称作为白纸运动啊 就蔓延到了上海 北京 武汉等中国的多个城市 那么人在武汉 武汉人啊 张宏远当时就在武汉 拍摄民众在街头 抗议动态清零的相关的视频 然后这个视频很快 就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流传开来 有一些人权组织就估计啊 在白纸运动发生几个月之后 中国多地的警方 包括北京 上海 广州 南京等地啊 是发生了大规模的警方拘留的行为 保守估计有一百多人 目前是失去自由 所以张一 张宏远父子也很担心 武汉警方会采取类似的行动 第二点 在中国益控三年期间啊 保守估计 张义接受了海外媒体的采访 大概是六十多次 那包括民进追击前面提到了 也是多次连线了张义先生 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 官方人士认为啊 如果没有他的儿子张宏远 因为他是英语系毕业的 如果没有他的帮助 很多的对外的联络 张义本人是没有办法来完成的 在2020年的初期 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汉大爆发的时候 包括艾晓明等人发起了一项联署 公民的联署 主题是唯有改变 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纪念 李文亮医生普遍被认为是 中国新冠疫情的吹哨人 张宏远先生就是比较早的参与了联署的人员之一 不愿据名的消息人士此前告诉明镜追击 张义最早的安排和张宏远的计划 是张宏远去西方某一个国家留学 离开中国 但是情况有了变化 所以张宏远以这样的方式 去到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像这样的跳级人 像这样的走线人 还有多少呢 如果你有相关的线索 或者你就是当事人之一 在方便的情况下 请与明镜追击联系 来讲讲你的故事 来分享你的忧伤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谢谢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来看看习泽通话之后的回想 有谈有赞 中国体制内的学者 也愿意在不具名的情况下 简单的谈一谈他们的看法 先看质疑的声音 批评的声音 不少媒体都已经做了 这样那样的概括 比较突出的集中的 就是不少论者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出于自身利益 必定与俄罗斯抱团 抵抗西方的围堵 虽然二月份 中方公布的俄乌战争的立场文件 第一条就是尊重各国主权 但中国一直到现在 一年多了 俄乌战争以来 都没有谴责俄罗斯 不要求俄罗斯撤军 因此批评人士认为 很难相信中国所称的中立 不会是亲俄式的中立 调停不会是拉偏价 这个声音目前来看 是非常突出的 当然不少人也是对 中国的做法赞赏有加 认为 这个一些批评的声音 是低估了在中美竞争格局下 中国的报复 或者说低估了习近平本人的报复 俄乌战争导致地缘政治的紧张 连带造成了东北亚的动荡 世界多国介入了台湾问题 也更加不符合中国利益 而中国已经多次强调 台湾问题才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所以同样重要的就是 在经过不久前促成沙特 与伊朗复交之后 中国很可能会寻求展示 又一次外交成功 显示它在处理国际问题时 能够提供不同于华盛顿的有效方案 这个也是一些媒体提及的赞赏的声音 明镜追击稍早之前是联系了 中国南京大学的一位国际关系的学者 他稍早前的说法 就是在俄欧战争的危机里面 中国是当不了主角的 中国过往的一些做法 包括立场文件 是缺少细节和操作性的 这是他的一个看法 当然就最新的发展态势而言 在习则通话之后 中国会向乌克兰等国派出 特使旨在寻求解决危机的方案 所以结合这位专家此前的说法 显然的中国官方在细节和操作性上 是在做进一步的尝试 在推进这个事情 另外一位中国大陆的知名学者 也愿意在不具名的情况下 简单的分享自己的观点 他就特别提起 泽林斯基是很聪明 拉住中国 虽然知道中方不可能挺污 但不撕破脸 至少让习近平不能撕破脸去支援俄国 拜登也是如此 先稳住习 等普京倒台后再收拾中国 不能同时两条线作战 这位学者还表示 中国现在是急需国际认同 所以各有各的目的 但总体上是被西方牵着走 调入战略陷阱 美西战略既把中俄绑在一起 明确敌对目标 又阻止中国元俄 离间中俄 最后达到分化 瓦解各个击破的目的 这位学者还特别补充认为 而且西方是有人唱红脸 有人唱白脸 既不妨碍从中国拿大订单 赚得 波满盆满 又不耽误对中国进行打压 让中国变得更加孤立 他认为这是邓江时期 邓小平江泽民时期 中国对付西方的那一套 现在被西方用来对付中国 以其人之道 缓止其人之身 这位知名的学者 给到的一个初步的结论 就是说呢 现在的问题是 中国决策层 现在对此全然无知 不得不说 美国和西方目前在战略上更胜一筹 所以透过这两位学者的观点 总的来看呢 对于中国在调停俄乌战争过程中 到底最后能够实现怎么样的效果 中国一些学者 还是持相对比较保守的态度的 另外一点就是围绕着俄乌战争 中国和美国 或者说和美西一些国家 在战略上的博弈 是一个实打实的存在 会有什么新情况的出现 那现在来看呢 不确定性还是非常的多 来看看中国大陆 五一黄金州相关的最新的情况 用中国大陆媒体的话来说 报复性的旅游消费 那已经是货真价实了 但与此同时可以看到 新冠的疫情 其实在一些地方 又有局部的零散的发生 所以初步判定 这一波人员的大规模的 大范围的流动 它伴随的一个结果 就是新冠阳性感染的人数 会有所增加 其实现在中国的官场 对这个病毒看上去 还是比较的忌讳 中共的最高层开会的时候 普遍都还是戴着口罩 但是在民间 相关的限制措施 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 中国民间自己的话 也说这是专门受老人的病 另外一点 随着中国旅游消费 包括跨境旅游消费的快速的复苏 有消息人士在接受明镜追击 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不排除中国政府 会对所谓的跳机 进行更严格的管控 跳机和走线是类似的 指的是以非正常的方式 离开中国 首先快速的看一看 这个五一黄金州 目前的数据 能够看到旅游消费 已经是爆炸性的增长了 稍早之前的春节 那也是一个黄金州 但当时因为对新冠病毒的解封解控 还刚刚开始 所以不少人是有一些的顾虑 但现在就五一黄金州来说 普通的中国人 基本上是啥也不管不顾 甩开膀子 该干嘛就干嘛了 相关的数据有这么一些 就是从4月27日星期四开始 中国的铁路 五一小长假运输 就已经全面启动了 那从27日到5月4日 为期八天时间中 中国的全国铁路是预计 发送旅客会达到1.2亿人次 较2019年 也就是疫情之前的那一年 正常的年份了 现在的预期啊 就是比2019年同期要增长 20% 会超过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每一天 日均发送旅客 会超过1500万人次 上传这则视频的时候 4月28日下午时间 中国官方的预期啊 是当天发送旅客 会达到1595万人次 计划开行旅客列车 是10848列 有明镜追击的湖北的观众朋友 就特别介绍 他准备去从湖北的三县城市 去广州去玩 结果呢 普通的高铁票 只有深更半夜的 因为他要带着孩子和老人 所以就不方便 订火车的软卧 应我软卧是订不上 应我交了保证金 结果最后要出票的时候 又给他退票了 系统给他取消了 因为没有票 可订 他的感慨 往年去广州 其实是比较简单 出广州票很难订 但是去广州很容易 所以他觉得今年的票 一票难求 大家都在报复性的消费 这是广州 上海的情况也是差不多 根据官方的信息 上海4月27日发送的课流量 是比今年的春运的首日 还要多出了20万人次 旅客出行 主要集中在 沪宁 沪航 中原 京津等地区 无一期间 铁路方面计划增开 96列热门方向的列车 未来几天 从上海出城的客流 还会进一步的攀升 会创下新高 目前这种态势 显然是中国的高层 中共的高层 所喜闻乐见的 当然透过 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所召开的一次会议 4月份的例行的会议 也能够看到中共的高层 对眼下的态势 还是有自己的认知 相关的官方消息 是这样说的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好转 主要是恢复性的 内生动力还不强 需求仍然不足 有消费这一块 官方的说法 就是要多渠道 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 改善消费环境 促进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 第二点 讲到这一次的 五一出行的爆棚 有必要再提提新冠 用前面提到的 4月份 4月28日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话 来说就是今年以来 在习近平同志为何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各地区各部门 更好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更好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更好统筹 发展和安全 我国 中国的疫情防控 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 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 等等 所以呢 也是把疫情又提了出来 在中国民间 其实不少人对于所谓的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 这样的官方的说法 是持保留意见 甚至是不同意见的 因为在去年底 突然放开 或者说很大程度的 最大程度的接纳了新冠病毒之后 超过往年的死亡 特别是老年人的死亡的情况 在很多地方呢 可以轻易的看到 这次的五一 来说中国官方最新的一个表态 就是四月中旬以后啊 中国单日阳性数和新冠的阳性占比 是均出现了小幅上涨的态势 中国专家的研判就认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部分人群 免疫保护水平的降低 近期部分地区疫情开始出现 缓慢的上升 尤其是五一 人员的大规模的 范围很广的流动 那从理论上是有可能 让感染的人数增加 当然中国官方给出的判断呢 还是比较的乐观 就是中国短期内出现 规模性疫情的可能性 是比较的小 现在透过五一 留人数的创纪录的数字 其实也可以看到 中国民间对于新冠病毒 已经是谈不上恐惧了 用中国民间的话来说呢 这就是受老人的病 80岁往上走 又有基础疾病 身体不那么好 那是有可能 风险比较的大 至于剩下的人呢 似乎也觉得风险 就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其实反观 中共的高层啊 对于新冠病毒 现在看上去 仍然是在地方有加 习近平接待来自越南的客人 可以看到随护 参加会议的随护的人员 都是戴着口罩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4月23日主持 国务院第一次 专题学习的时候 那一般来说 都是部级副部级的官员 可以看到 都是戴着口罩的 提到了这次会议 有一位人物 是顺便就提一提 李小鹏 中国的交通运输部部长 之前的总理李鹏的儿子 现在呢 有种说法 认为他也是中招 新冠中招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4月17日到4月19日 他在广东进行了调研 这是他最近一次的 媒体报道的公开的行程 4月23日 李强主持的中国国务院 第一次专题学习 他是缺席了 那么从19日考察完毕之后 到28日 4月底 目前没有透过公开消息 看到李小鹏的任何的公开活动 同样是缺席了 4月23日下午 李强的专题学习的 还有中国的商务部长 那其实呢 他仍是在欧洲 还有中国的文旅部部长 文化和旅游部的部长 相关的消息可以看到呢 23日前后啊 他都在中国的南方的省份 卫健委主任 马小伟是已经缺席了几个月了 身体普遍被认为是出了大问题 审计署的署长 4月23日看上去也是缺席了专题学习 但是稍晚之后呢 他是出现在了公开的报道之中 当然李小鹏他有没有感染新冠病毒 对为高级的官员来说 应对啊 药物啊 护理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中国的南方的一些城市省份 在中国的第一波疫情之中 因为当时属于冬季 南方气候温暖天气的气温 气温相对北方是高一点 所以呢 客观上对于病毒的传播 会有一点点的限制作用 所以一般的理解啊 第一波侥幸没有中招的人数 可能比例上是要比北方要高一点 当然这个目前来看 没有数据表明 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想 所以第二波的疫情到来的时候 那之前没有中招的 他被感染的可能性就会比较的大了 所以李鹏也不排除是这样的原因中了招 所以特别的对于老年人 特别是身体不那么好 尤其接触疾病的老年人 在第二波新冠病毒 其实已经在路上的时候 还是有必要要小心一些 第三点 随着像五一这样的大规模的人员流动 不断的加强 包括今后跨境的旅游 中国方面 其实已经没有更多的限制的措施了 所以此前西方的舆论普遍提及 将会有更多的人 借助合法的一些形式 去离开中国 去到海外 尤其是三年易控 很多人对中共的一些做法 尤其是2022年第三年的做法 是不满意的 再加上眼下经济的形势等等 在离开中国的人群之中 除了走线 目前大家是比较熟悉 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跳机了 从中国出发 去到某一个目的地国家 在没有到达目的地国家之前 选择某一个西方的民主国家 向当地的边境的管理人员 海关人员来表示 寻求政治庇护等等 这就是所谓的跳机了 明镜追击在稍早前的节目中 就提到了武汉知名的义人士 张义先生的儿子张宏远先生 就是采用跳机的方式 离开了中国 去到了荷兰 关于跳机的人数 随着中国边境管控措施的解除 会不会比较快速的增加 明镜追击联系了流亡荷兰的人权活动人士 就是林生亮先生 他介绍了相关的情况 也谈了他自己的看法 跳机就是这个月啊 就是我这边所掌握的情况 知道的大概就有十几个人到了荷兰 这个跳机呢 早期呢 是在那个疫情 疫情管控 就是说非必要不出国 不出国之前呢 相对来说 比较比较多人选择的一个方式 但是有个别人 因为他们把那个整个跳机的过程呢 事无巨细的向媒体去报道 这种情况这样的话 就暴露了很多路线 很多路线就是等于曝光了 那么曝光的 比特就当时在那个疫情防控 就是相当于是去年的时候 很多线路就被被停掉了 就停掉了 这个是非常不太好的一个现象 因为个别人为了他 为了得到媒体的报道 就刚好媒体 他也希望有这些素材 那因此呢 那个报道的时候 非常那个非常详尽 这样不得不让中共 提高了一些警觉 把那个有些部分的路线 把它堵住了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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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现在不让出来 而且越来越远 就稍微有一点 甚至有些地方 特别就是说有些地方 甚至就是仅仅喝过茶的 他直接把你的护照就注销 就给你边控了 当然如果有些 只要没有被边控 能够可以进场出入境的 我相信这个人数 是相当庞大的一个一个人数 具体有多少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有个数据 就是说深圳这边 通过那个微信去预约 出入境半镇大厅去预约的话 往往你要预约都要至少要预约到十天左右 现在是就是我知道的啊 叫深圳市保安区那里 他连这里星期六都加班 为了应付这些很多人申请的那个护照的 但是这申请护照 你如果是说你要去证 去那个签证呢 那需要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你要提供很多条件 相对的很多草根啊 这些不一定他能够符合这条件 那因此通过这种跳机 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低一点 买一个来回机票嘛 买一个来回机票 而且那个另外一半的回去的机票还可以退 还选择退 这样的话成本相对低一点 甚至就是说有 当然这个这个也是也是看那个很多 很多其他人他走线到那个美国的 那么他们就要经过很多个国家 还有很多个国家 而且这些所有的这个国家都是免签的 只要其中有一个环节 有一个环节 有一个国家他宣布要签证 或者给中国人实现 或者受中共的一些影响 他们那个改变的政策 对中国人严了一点的话 那么我相信这个这个走线 这条路也会堵住 甚至也就包括说跳机呀 这种都有可能会会被堵截 他也不排除 现在你知道的就是泰国 希腊欧洲的希腊 塞尔维亚 还有那个泰国 土耳其这几个国家 他们就是说中共通过施加影响 通过那边要转机到欧洲啊 他不让你登机 这目前就有 就存在这种情况 这个跳机这个背景呢 说实在话 也是因为整个中国的那种环境啊 非常越来越恶劣 根本上很多人在那个你说话 你只要想说话 有有有想表达言论自由 你就分分钟会面临这种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 但是人家又又不愿意就是做哑巴 对吧 我们有有有嘴巴 我们除了吃饭还有说话 那么这样的话 因此会再加上整个经济的打萧条 全面的倒退 随时随时国内有准备打仗啊 或者是说整个跟西方民主国家进行一个对接 对那个跟那个欧跟那个那个俄罗斯绑在一起 那么就会这样整个国家带入带入一个危险的地步 那么因此很多这个民间或者或者是说异见人士也好啊 持不同政见的他们都会选择一种方式 离开 感谢林生亮先生的宝贵的时间 其实西方一些媒体啊 都有提起最近的报道指 从去年年底 尤其是今年年初以来啊 走线和跳机的人数 包括中国人都有比较明显的增加 当然媒体也援引一些专业人士的说法 不管是走线还是跳机 第一是考虑法律的风险 很多人念字在字想要出去 那么能不能在目的地国家能够合法的留下来 第二个就是生计的问题了 这就涉及到语言文化技能人脉圈子等等多方面的因素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谢谢朋友们